教育部前部长黄荣村不满被民进党立委陈廷飞点名 是门神份额请辞中国医药大学校长 而来因立委申员认为该拿出证据 不过陈廷飞今天强调他是针对政策不是个人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二号在立法院质询时 批评教育部退休官员成为私立大学的门神 并直接点名曾任教育部长的中国医药大学校长黄荣村等九人 黄荣村不敢遭怒 愤而请辞 陈廷飞三号说明自己的立场 强调是针对政策而非个人 我觉得整个应该是把全貌不要断章取义 现在我们所针对的是政策不是个案 我们昨天所提出的是有九个高官 而不是只有一个是九个高官 所以今天我们针对制度面我们去做检讨 而与黄荣村私交甚度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除了肯定黄荣村是位优秀的学者外 也同时力挺陈廷飞 认为领双新是制度杀人 不过蓝营立委则替黄荣村教区 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黄荣村的补助 是靠关系得到的 蓝绿各有看法 而全国教师总会认为 教育部退休高官熟悉教育部运作 对学校申请教学补助确实会造成不公平 赞成黄荣村的请辞 我们支持黄荣村部长辞职 次长部长到了某一所学校 把中间的绝火都拿出来 于是那一所学校就可以得到补助 补助款这样子的竞争型经费的分配 它应该有一些更公平透明的原则 大学教授领双新 社会观感不佳 黄荣村请辞同样是制度下的牺牲者 未来要如何解决这些困难 教育部则无旁贷 UDNTV综合报道 刘申请辞同姿吻